緊接著娛樂焦點非常有意思 帶你來關心的是高國華買了什麼呢 我們來看 他買了一個保健食品叫做鹿胎盤 這應該是算蠻昂貴的 吃了之後呢 沒有想到長佩佐 佩佐是蠻危險的 但是中間我們因果關係 我們當然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長了皮奢之後呢 就怒向廠商要求償10億 還要加一台名車 結果廠商說他是恐嚇取材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等會再帶你來做關係 我決定要競選2018台北廠商 5月初才拋出競選台北市長震撼蛋 短短6小時弃選 補教名師高國華還埋下選總統伏筆 現在金爆為了保健食品和廠商 套天價賠償 這個數字是最多的金錢 獅子大開口要10億全為了這一罐 就是這款要價上萬的路胎盤膠囊 高國華吃了後說身上漲路斑 5月8號到6月25號三次協商 堅持10億賠償外還想免費換車 他自己目前加了一部S 冰是1508 然後一直修也都修不好 會員也都買著架著很好的車 所以相信送他一部車其實也沒有什麼 診斷書上載明出現廣泛性乾血 內容寫到主數罹患多年 但吃了後狀況加劇 市口說不賠就爆料 是否用名人光還討價還價 高國華的電話和住家電鈴都無人回應 廠商無法接受如此要求 已經決定提起訴訟 三新聞徐趙宇 王一竹 台北報導 廠商決定要告高國華 那高國華的回應呢 我們的記者一直在找高國華 一直沒有找到人 所以到底高國華的回應是什麼 我們也希望高國華能夠出面講清楚 沒錯 這個路胎盤一貫是13,150 非常非常貴 其實我有買過 高國華呢 高國華呢 她是說吃了大概大概在八個月前 就是說她的皮膚乾血有加劇 就是更激烈 就是類似的皮蛇 然後四個月前她覺得越來越嚴重 甚至於這個診斷書上面寫 全身35%都是長這個乾血 就一直擴散 一直擴散 她覺得不對勁 所謂如果說你說豪轉反應 這樣子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全身35%很多了 所以她覺得不對 所以她才會提出那個要求 她說要10億 因為她是用自己的身價去估算的 要10億的賠償 然後一台名車這樣子 那這個數字說真的是 真的滿天價的一個數字 好 那我們再講高國華 她真的是每一次出來 都很驚爆的一個事情 很多事情嘛 陳子璇什麼喇吉事件 我們都講過 還有跟前妻的很多的官司 甚至於她在兩個月前 她說要選台北市長 早上講 下午就說不選了 一再的有這種很驚爆的事情 甚至於你知道嗎 所以她的人生滿戲劇性的 很戲劇性的 很多你覺得很荒謬 可是她覺得她就是她的人生 甚至於你知道嗎 她不是2015年的時候 也進去關了400天嗎 那時候是為了什麼事 也是為了炒股案 她跟一個優勝的上市公司 再加上寶來證券 他們就說聯合起來 有一支股票 希望把它從30幾 現在炒到100塊 但是到50塊就上不去了 結果後來跑出來一個 四海幫的副幫主 一個姓周的一個副幫主跑來 就說跑到他補習班區 圍在那邊 每天說高國華你坑殺我 我多少錢投進去了 你這股票30幾塊到50塊 停掉了 我幾千萬在裡面 你說可以到幾百塊都沒有 所以後來高國華是說 賠了1000多萬 但是這事情就是沒有了 因為他們去告他 就是說炒股 但是炒股就是說 惡性炒股 所以他被判刑 還要罰款 很多的錢還要吐回去 所以他被關了400多天 這個皮蛇事情是他關出來之後 他出來的時候還開什麼牛肉麵館 後來也是就沒有了 又賠光了這樣子 但是這是要求10億天價 又不是台車 因為說一台車很久 不用多一台新的 所以廠商覺得說 你如果說是 因為我們有誠意跟你和解 你如果是金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可以談嘛 可以你這10億太天價太天文數字 你這10億太天價太天價 我也覺得10億太多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講說 其實這個有時候名人 你談到這個賠償 或是被要求賠償 有時候那個數字真的是天文數字 就是只要扯到名人 對 好像連接到就是天價 對 你知道嗎 有一個林美照 美照姐 你知道他也拍很多戲 他有一年 在兩 三年前 他開車在新店這樣一個轉彎 就出了車禍了 他撞到一個機車騎士 當場他感覺上像骨折 可是後來到醫院去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機車騎士 他有爐內出血 那不得了啊 當然就說醫治之後 對方覺得說不行啊 對方的先生說我太太 現在各種方面都呈現很嚴重的一個狀況 行動能力各方面能力都有問題 所以林美照說 這樣子我們來談和解 我管一杯百二萬 對方說不行 不夠 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行為能力 都整個人來照顧 又不能去工作 所以呢 林美照就說 對方提出來要一千七百萬 林美照就說對方提出來要一千七百萬 林美照講的啦 後來就說幾次出庭 五六次出庭 一次出庭 最後是談到好像... 看法院怎麼辦啊 法院呢就說... 他們... 你還是要和解嘛 因為這是你告... 告白完的 當然林美照說 我有錯 我開了... 開了太快還是怎樣 但是他覺得說 你如果要叫我背千七萬 一千七萬 我背不去啦 我比較好談 我背不去 我一條錢七萬 他說他背不去 他傾家蕩材也賠不起 後來談談談有 談到快四百萬一個數字 但是雙方還是... 林美照還是覺得太多了 他覺得這樣四百萬 我也是背不去 所以這事情應該還是在所謂的 還在這個官司程序當中 有可能還在訴訟進行中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是姓林的 林智玲 智玲姐姐 智玲姐姐不是IQ EQ很高嗎 通常很多人這樣對她吃吃豆腐 或說有時候寫一些報導 她也會笑笑算了 但是有一年 她竟然告了周刊 為什麼 你知道她大連的時候 被馬不是這樣採傷之後 回來台灣 在台大 就是摔傷的那一次 對 在台大醫治的時候 竟然香港的一週刊 竟然寫說 這個智玲姐姐 利用回來台灣醫療的時間 她這個拆蛋重造 香港一週刊這樣寫 用標題說她這個蛋 利用這個受傷 拆蛋還重造 不得了了你知道 意思就是說 在受傷治療期間 順便做了整形手術 是 周刊的說法 周刊的說法 好 那你知道嗎 林志玲 因為她香港 她有一家 豐胸塑身中心 她是代言人 這個中心 不放過了 林志玲願意放過 她這個豐胸塑身中心 不放過 她是我的代言人 你說我又拆蛋重造 我是豐胸塑身中心 這個中心 就跟她 林志玲香港的公司 就聯合起來說 不行要告 你知道賠償金要多少錢嗎 一億兩千萬 這也是依照我的當事人的身價 去估算 你造成我的傷慾毀損 造成我當事人的身心二度受創 對 志玲姐姐是求償一億兩千萬 國國求償十億 那國國的身價是志玲姐姐十倍 對 這個個人自己自我認定 好 另外還有一個 您聽到梁若施的故事 梁若施 因為後來跟李澤楷 香港的太子爺李澤楷 李澤楷 就是李嘉誠的兒子 他們不是有一段戀情嗎 他們是生了孩子沒結婚嗎 生了三個孩子沒結婚 好 那梁若施出了什麼事情呢 他那個時候其實 他簽在香港的很大的經驗公司 叫英皇公司 這英皇公司 包括謝霆楓等等都是英皇的 一簽簽了賣生器簽十年 但是這個李澤楷苦苦追求 把他娶回家 十九歲就把人家這個這個 把家裡關起來了 不讓他出去了 在家不是 生了三個小孩嗎 好 這英皇就說 你綁架 綁架我們當家小花旦 這樣不行啊 好 那怎麼辦呢 那這樣算不算他違約 違約 當然違約 英皇說好 那你賠償我 我就放人 那你原告還回來這樣子 那怎麼算呢 他說如果 這個梁若施載我英皇 他呢 一年的產值是一千萬港幣 一年 好 那十年呢 那就是一億港幣啦 是 台幣大概四億 那你賠我四億 賠我四億 叫李澤楷吐四億出來 從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李澤楷 造婦 就是要被他 為我女朋友 我要幫我女朋友俗身 四億造婦 一口價喔 一口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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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的兒子啊 是啊 李嘉誠的兒子啊 第一次在什麼 梁若施就創了 這個香港明星啊 俗身的一個最高紀錄 俗身的天價 俗身最高天價紀錄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十億 人家這戲演 林志玲演 所以呢 高國華的十億 還是比他們 所以現在高國華勝 勝 勝勝勝勝 就這樣不是每次都會比那個勝勝勝 對啊 那這樣看起來 他勝過林志玲 要求的紀錄是最高的 對 對 創天價了